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做一個非常野味的 沙茶牛肉桂雕煲 桂雕不是一定要炒的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馬上開始 今天這個桂雕煲 我們用了超力的馬來炒桂雕來做 首先我們先打開包裝 接著找個碗 它有兩塊 這個桂雕很容易處理 首先我們放在這個鍋裡 然後用凍水游泳泡7至8分鐘 然後瀝一瀝水 這樣就可以拿去炒、炆、烏、烏、加湯 也可以的 非常之方便 好 我們馬上浸一泡水 好 就是這樣 浸水7至8分鐘 稍後記得瀝一瀝水 OK 我們去處理其他東西 首先我們處理了牛肉 我這些牛肉 特意在街市的肉檔買的 就買了一個叫瓷板肉 即是背部一條肌肉 特別軟的 因為少一點動動 我來做這個鍋 就完美了 好,我們先做醃汁 醃汁我們要先拌勻 因為我們想的沙茶醬 就是均勻一點去醃那個牛肉 沒錯,沙茶醬 在這裡 然後糖 這是醃油 這是生抽 然後水 拌勻 先拌勻 好,你確定所有沙茶醬 都要攪拌勻 不要留到一塊塊在這裡 因為如果有一塊塊黏在牛肉 那裡就特別鹹了 OK? 小心一點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放牛肉 然後我們就拌一拌 然後加少許木薯粉 然後最後加些油 那些油就是普通粟米油 OK的了 平時我都會叫你 把這個牛肉包著保鮮紙 放進冰箱裡 但是呢 因為這個鍋實在太快可以完成了 假如你是馬上吃的話 這個牛肉是絕對不用放進冰箱裡的 就這樣放在一二角就可以 當然衛生起見 都用這個保鮮紙包著它 OK? 接著我們做一些切切剁剁的東西 好,我們先攪拌洋蔥 洋蔥我喜歡吃幼一點 所以這次我會切得幼細一點 好,然後記住 拆散洋蔥 因為如果你現在不拆散洋蔥 一下鍋之後 洋蔥就會黏住 你便不拆散洋蔥 好,切完洋蔥 接著切青紅椒 好 這個我們要這麼多左右 這個可以留下 紅椒可以多一點 因為我想那個顏色是鮮艷些 這些就留下 接著我們就要把它切絲 不要切太幼 因為太幼 我們吃不到它的質感 搞定 好,接著再切多一點 這個就是蔥 就是這裡 已經洗乾淨了 接著我就要做一些狗黃 狗黃其實是我自己的喜好 不需要一定要用 我們是要切些蔥段 就是這樣 剩下的做甚麼呢 我們將它切花 那些叫蔥粒 最主要是用來整色整水 最後灑在表面上 讓它靚仔一點 好,先切狗黃 你不要 好,基本上 切切剁剁的東西 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們可以做那個煲的汁了 好,醬汁的材料已經完成了 先說給大家聽 當然我們就有沙茶醬 接著是砂糖 蠔油 老抽 給它一些色水 接著這個就是雞湯加水的混合體 我都要在這裏說聲給大家聽 因為這些材料的份量 其實在我這條影片的info box 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有很多人曾經留過留言 就說 喂,你都不說份量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 喂,如果你不看info box 都不要緊 我片尾都放了些材料的份量 所以呢 哈哈 留意了,OK? 好,來啦 我們先倒少許下去 每一次過倒了 一切過倒就太多了 那你一攪 有機會就攪到到處都是 純粹是為清潔的原因 OK? 搞定 煮得了 好了,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我們先燒熱鍋 接著加少許油 然後我們爆香了蔥段 現在呢 我是用中火的 好了,那你見到 那些蔥呢 有些啡色出現了 又聞到一些香味了 哇,真的很棒 我們呢 現在就可以加些洋蔥 我們有些洋蔥在這裡煮一會 煮到它 半透明這樣就OK了 好了,你煮到它 而且呢,半透明之餘 還有少許這些 這樣的啡色的東西 在這裡呢 更好 因為呢,這個就是說 那些洋蔥的糖分呢 就是釋放了出來 你的鍋是會更加好吃的 不過呢,小心點 不要焦 好,這個時候我們放一些 焦焦下去 哇,好漂亮 好,調小一點點的火 這個超力的馬來炒桂丁 我已經是瓊乾了水的了 最正的地方 超力這個馬來炒桂丁 就是不需要過冷河的 浸完水就Ready to use 好,醬汁在這裡了 我們攪勻它 然後呢,我們就倒下去了 對了 那現在呢,我們就用中火 將這個醬汁呢 就煮回滾 好了,那就煮滾了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桂丁粉呢,就放下去了 嘩,真棒 如果你擔心太難做的話 你可以好像我這樣 剪一剪它 然後攪一攪 嘩,好開心 然後呢 我們就放些牛肉下去了 千萬不要倒 我們呢,用手 灑散它放在表面 然後蓋蓋 中火一分鐘 好 好,開來吧 嘩 嘩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 放你的狗黃在上面 然後 蓋上蓋 關火 好,可以吃的了 嘩 嘩 吃東西了 嘩 嘩,正啊 嘩 嘩 看這個 好開心 嘩 嘩 嘩 嗯 剛剛好 好好吃 嘩 嘩 怎麼辦 這個沙茶牛肉桂丁煲 非常之方便快捷 你可以當是午餐 晚餐 都沒有問題 用這個超力的馬來炒桂丁 是完美的 這個混合 記住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當然按讚 多謝大家 繼續吃東西 嘩 嘩 嗯